好幾名嫌犯被壓制在地 毒品交易被逮個陣著 警方到處搜索 找到毒品 還有意外發現 這也成功耶 成功 這也成功耶 一名嫌犯怕被黑去黑 帶著槍出來買毒 當場被搜出 這是廁所裡有狀況 一床要換一床 你來這裡不帶給我 你要呢 你要呢 給我 給我 錢 錢先等一下 錢 給我 一名女痛氣犯暈倒在廁所裡面 全身癱軟 說是心臟病發 引起原警一陣緊張 好像心臟也不舒服 對 因為他心臟舒服 心臟舒服 警方要將女嫌犯 送到附近醫院急救 他還指定到台南的醫院 千里迢迢 又有過詭異 最後送醫治療發現 根本就是在演戲 就診的期間他還又 直朗朗說他要去改去 去承擔 反正就是一直想要藉機 可能要吐脫 但是我們的女幹員 那經過醫生檢查完 都身體沒有醫狀 高雄市警方在人武 破獲販毒集團 逮捕三人 又連帶抓到 正在買毒品的另外三人 其中販毒主嫻 這個身子歪了一邊 讓圓警也納悶 原來他長期照顧 中風臥床的母親 才嚴重脊椎側彎 但這下因為販毒被逮 還是讓母親失望了 記者 李宗盛 高雄報導